眼前的一幕不仅能让你玩耳一笑 或许还能治愈你的内心 小哥本在睡觉 单萌的小象宝宝二话不说 就趴在了他的身上球贴贴 他那250公斤重的身躯压的小哥 都快喘不上气了 然而小哥并没有因此生气推开小象 而是纵容着小象的淘气 原来就在刚才 为了捉弄这只小象 饲养员小哥故意躺在地上假装睡觉 小象果然上当 用鼻子不停地拨弄着小哥 叫他起来继续玩耍 可不管小象如何折腾 小哥就是纹丝不动 这可把小象急坏了 软得不行只能硬来了 于是小象开始发力 用鼻子好不容易把小哥翻了过来 可小哥睡眼惺忪地 还是赖在垫子上不肯起床 看着小哥一副不听话的样子 调皮的小象也开始耍赖了 毕竟他只是一个500斤的宝宝呀 也想要小哥轻轻抱抱举高高 只见他懒懒地趴在小哥的怀里 小脑袋紧贴着小哥的身体 庞大的身躯全都压在了小哥的身上 尽管这种行为看起来有一定的危险性 但小哥对此丝毫不在乎 反而还用双手紧紧地拥抱着小象 这个深情的举动使整个画面都充满了温暖 但很快小象又正脱开小哥的怀抱 颤颤巍巍地站了起来 精力充沛的他跟很多熊孩子一样 晚上不睡觉就想玩 然而小哥也很坏 故意不搭理他 钻进被窝里继续蒙头大睡 这可就把小象气坏了 不依不饶地再次压在小哥的身上撒娇打滚 看来小象对这个肉垫挺满意 舒服地趴在上面不肯离开 面对小象这粘人的举动 小哥依然毫无反应 无奈的小象只好身体一软倒在一旁生闷气 小哥则面对镜头暗自乐呵 享受着小象撒娇和打滚带来的愉悦和欢乐 不过眼看着小象真的生气了 小哥急忙伸手安抚他 本来无精打采的小象立即就贴了过来 靠在小哥的肩膀上寻求他的安慰 表达出对他的依赖和亲近 面对这个粘人的大宝贝 小哥也非常喜爱 甚至还把小象当作枕头 而可爱严重超标的小象 任由小哥躺在自己的身上 甚至还用前置抱着小哥 可见他们之间的感情有多深厚 小哥以柔和的眼神和温暖的怀抱 传递出对小象的关爱和尊重 他不仅是守护者 更是小象的朋友和知己 而小象能够感受到这份真诚 也懂得倾听和回应 他们将人类和动物之间的和谐相处 折射得淋漓尽致 这是一种跨越物种界限的奇妙连结 源于彼此的理解和共生之道 在这个宁静的时刻 小哥与小象相互依偎 彼此感受到彼此的温暖 随后在小哥的安抚下 困意渐渐袭来 小象静静地躺在小哥的身边 陷入了慵懒而幸福的睡眠 好了 本期节目就分享到这里 我们下期见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